热热的栗子是冬天里幸福的滋味 但栗子壳实在有点难剥 房间很多偏方 来试试看是否有效 首先来试剥生栗子 听说用线钱夹就能开栗子壳 确实可以 一夹壳就裂开 但是连果肉都夹烂了 经常剥栗子壳的菜市场小贩 使用小刀轻松剥壳 十秒就完成 来试试看吧 收成栗子刀的说明书指示 先斜画两条再剥壳 实在很难剥开 最后花了两分钟才剥开一颗 并不好用 透过工具剥壳都不理想 来试试看加热法 剪开栗子尖端 放进微波炉30秒 拿出来时壳裂开了 不只轻松去壳 还能顺便去薄膜 不过有点烫要小心 至于煮好的栗子好不好剥呢 其实还算简单 不过也需要点技巧 栗子皮的那面 可和果肉之间有空隙 比较容易碎 把栗子放在虎口轻轻夹住两侧 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指甲搓一搓中间 就能剥得漂亮又完整 另外还有个专用小工具 用它按一下 手指压一压两边就可以 栗子肉不会散开 相当方便 网络上还流传一个暴力方法 就是把手栗子装进塑胶袋中 然后往桌面上摔几下 虽然风口粗鲁了点 但确实是最轻松又能完整 剥开栗子的方法 不想自己剥壳 市面上也有卖已经去壳的生栗子 但是栗子薄膜紧紧包住果实 只要放进热水里浸泡三分钟 再用湿毛巾包着搓揉一下 准成栗子薄膜就会脱落